大家好,我是青木 现在是春天养肚肉的最佳时间 因为春天的光照时间非常的长 这个时间段呢,温差也相对比较适宜 特别是到了元宵节以后,温度逐渐的回升 尤其是在南方这边 南方这边和北方还不太一样 像北方的朋友可能晚一些 南方这边的春季温度上来也快一些 像温度在5度以上的时候 一般在5到25度之间 这个区间段,多肉生长是最快的 如果说我们想要多肉长得快一些 尽量就是多浇水 但这个时候肯定会牺牲一些盐质 浇水多了嘛,体内产生的叶绿素也跟着多了 显示绿色的状态普遍也会增多 但是这种情况就是针对我们看怎么想的 如果说我们的那个盆比较大 然后养的那个肉比较小 你想让它快速爆盆 这个时候就得多浇水 还有多施肥 这个施肥你可以一个礼拜施一次 或者半个月施一次 施的那种肥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就行了 凡是那些肥一般都没有问题 就是那种对水的有水溶液的肥 那种肥不会烧根的 还有反式肥也不会烧根 还有一种是那种粪便 粪便一般用发酵过的 发酵过的也是不会烧根的 当然这个比例大家控制一下 你不要把那种没有发酵过的肥放上去 这种情况是很容易烧根 在这一个多肉生长最快的季节 水啊尽量就不要断 比如说你浇了几天 几天后它干的差不多了 还有微微的饭食 这个时候又可以浇了 但是这种情况 我们可能会想着会不会涂涨 我们把这些多肉 放在阳光比较充足的地方 这种情况浇水 它涨得非常快 一般是不会涂涨的 如果说是在阳台 光线不是太好的 光照一天就是几个小时的那种 按这种情况浇 可能会涂涨 涂涨的几率还比较大 因为我这里在阳台 那地方也是 虽然说光照比较好嘛 那种涂涨还是有几率的 我现在在楼顶这边呢 这种情况就比较少了 只有那些比较靠边角落的 晒的时间不是太长的 如果我按这样浇水 就会出现一个涂涨的可能 从液晶的角度出发 春季五星为木 木气它是一种上升之气 从中液的角度也是一样的 它也是一种升发之气 从立春以后 阳气不断的往前推推推 不断的生长 阳气和木气不断的带动的 这些万物不断的复苏 不断的生长 哪怕在很寒冷的时候 这个时候那些植物 也是在开始慢慢的复苏 春雷一响万物输 雷的五行也是木 它也代表着升发之气 所以民间很多老百姓 一听到春雷响的时候 那一天就开始放鞭炮了 特别在农村的地方 这种是很常见的 如果说我们按常规的理论来说 觉得这是迷信 如果说你真正研究了这些东西 再结合科学去解释这个 它其实是很科学的 再说得细一些 你看我们国家从2019年的时候 就开始开通了 易经与预测学这门专业 国家中科院开设的这一门课 在这样的高级别的学服里面 这个分量是非常足的 而且直接开通的是博士学位 让很多的这些非常有智慧 非常聪明的这些年轻人 这些研究生去研究这些东西 因为流传几千年了 只是说以前很多东西解释不了 只能惯于迷信的说法 我相信随着这个时代不断的发展 很多东西都会通过科学的方式 不断不断的解释出来 有点跑题了 春天这个季节 咱们这些多肉不仅仅是长得快 还有一个就是繁殖 很多像咱们自己在家里面养多肉 养着玩的 也有很多人是繁殖的 特别是叶叉繁殖 砍头繁殖 这个时候繁殖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时间 大家可以看温度 如果温度稍微上来一些了 不是那么冷了 这个时候大家也可以掰叶子下来繁殖 也可以砍头牵插 这种都是非常快的 在这个季节发根 还有它生长都非常的快 刚刚说的这些 主要是针对咱们没有特别大的多肉 家里面的多肉比较小 或者说想让它长得快一些 这种情况可以考虑这么做 常规的呢 我们买的多肉有些买的比较大嘛 还有一些我们手头比较宽裕的 我们一般就比较喜欢买成品 比如说一个很大的大颗的多肉 回来就直接按一个比较小的盆搭配好 就不想让它生长了 这种情况就是控养 但这种控养之前呢 肯定是要养根的 春季也是养根最佳的时间 前期这个时间 但我们尽量还是要多浇一些水 让它这个根扎得好一些 根发得多一些 也可以考虑施一些肥 施肥的目的主要是让它长根嘛 如果说我们买回来的不是这个季节买的 是其他时候买的 本身根长得很好了 尽量就不要试肥了 因为我养多也是一样 我一般都不太爱试肥 除了那些带井的法师 因为那些法师现在没有什么成品 市面上卖的成品老贵了 都是好几百块钱一大颗 因为这个带井的法师出现了年限不久 也就是这两三年 那些带井的不断的变异繁殖比较多一些 很多法师就度过一个夏季 它能长多大 也长不了多大 所以说成品或相对来说不是太多 价格也变高 那些大一些的多肉 和盆也比较合适的 我们不想让它长了 或者说是想控着长 边欣赏边长 也让它有颜值在线 这种情况就尽量不要食肥了 所以我这边配土吧 一般都用那些没有什么营养的土 我不太爱用那些营养很好的土 因为那些我不太好掌控 反而那些没有什么营养的土 我倒是好掌控 我想让它生长 我就施肥 如果说我是用那些营养很好的土 我随便浇点水 它就疯疯的给往上涨 那太夸张了 那颜色一下子就给退下来了 不是特别好 尤其是在我们南方这边 又不是开挂区 这两广地区上色本来就困难一些 如果再用那些营养很好的土 颗粒又比较少 那种情况 颜值会退的比较厉害 上色比较困难 现在北方地区还比较冷 很多地方还不能路养 在我们南方这边 有很多地方已经可以路养了 特别是广西广东福建这一片区域 包括一些偏南的省份 温度有个两三度以上 这种情况可以大胆的路养 哪怕淋雨都没关系 磁吸的淋雨一般也没事的 只要我们盆底不要积水就行了 其实淋雨后的多肉长得更加快 它长得还更加的健索 因为它含有空气中的很多杂质 这些杂质也是多肉植物 包括其他的植物所需要的 所以说路养的时候 持续淋雨也是非常好的 只是说长期的这个淋雨 它上色确实难一些 但是针对我们想让多肉生长 或者说塑造它这个造型 那是很有利的 有一些人就想把多肉养成手捧花的样子 比如说这个枝往这边踹 那个枝往那边一串 乱七八糟的 这种情况你想让它长得好一些 该剪的就赶紧剪 剪了以后它从这个枝头那里 还会冒出很多芽的 这个季节本身就长得快 过了一个春季 这些都可以长成一个比较好的手捧花了 有一些人不是喜欢那种手捧形状的吗 大家就可以这样修剪一下 有些人介意这些砍过的 那就另说了 但这种情况是可取的 只是说我们不太在意细节 春季我们一定要胆大心细 大胆的去养这些多肉 不要太拘束了 只有我们多养多时间了 你才知道这个情况是具体是怎么一个样 大胆归大胆 但心还得细一些 因为随着春季到来 尤其南方地区就比较潮湿 加上温度一上来 有时候有那种十几度二十多度 阳光持续好几天的天气 本身这边湿气又比较重 这么一兆嘛 那个盆里面还有水 这种情况就容易滋生细菌 我们可以考虑一个月给它整体做一次杀菌 杀药 一般就是多菌磷或者酒精 酒精你用的太多了 那伤不起太贵了 你买个几十块钱酒精 可能一下子就给喷完了 大家买的话就尽量买这些杀菌的 什么多菌磷呀 百菌氢呀 这些买那些浓缩的 浓缩的你一下就能配很多的水 还有就是杀芥克虫的药 一般杀芥克虫的药 附带的就可以杀其他的虫 当然了 如果说发现其他虫 你用这种杰克虫的药杀不死 那你就喷一些别的 比如说喷酒精 酒精是万能的 它又可以杀虫杀菌 这些而且还没什么毒 特别家里面有小孩子的 担心这么一喷 小孩子在旁边又吸收到了 那你就可以考虑用酒精 只是说酒精的成本高一些 多肉植物一般的病虫害 主要就是以杰克虫为主 其他的虫相对还比较少 杰克虫一长发慢慢的就开始泛滥 这个虫是很恶心的 有精力的 能每个月喷一下就喷一下 这些常规的病虫害细菌 主要是真的养的多 养的密集的人群 我以前养多肉那会儿 养的比较少嘛 几盆几十盆的 又分的比较开 哪有多少病虫害啊 这些菌类啊 这些是比较少的 所以说也不太去管理在意 而且以前那会儿多数都是那种比较皮实 抗性比较好的品种 随着这几年多肉的发展 品种越来越多了 有些多肉它可能会比较难养 加上自己的盆树啊 养的越来越多 比较密集 这种情况就特别容易出现病虫害 这些菌啊 这些病 所以说预防一下还是有必要的 这个视频先拍到这里了 再见